2021年3月真是一般 原因是3月初時 我有個好朋友的書友離開了 我們真是好朋友 最近這幾天聽到廖啟智叔離開了 其實我跟智叔有一些都不熟 在我記憶力之中 我們真的未見過面 好像應該是未見過面 第一,我不認得人 不知道有沒有見過面 但我又想錄一段話去說一下他 一個不認識的人都可以說 原因是我們中間有一個橋樑 這個人就是法仔 大家都知道他經常去行山 有很多他的朋友、親戚或是演藝界的人 都會跟他去行山、走步 我記得在兩年前 我們就在一個吃燒鵝的地方 南華會金塘那裡撞到他 金塘的老闆就說 有人找你 有人找我 我最討厭誰要找我 我剛進去 於是又經過房間 進去哈佬一下看誰 一進去拖門進去 我原來是法仔 還有他的朋友和他老婆 當然我們二十多歲已經認識了 我們小朋友的時候以打領來稱呼大家 他見到我 他問我怎麼了? 甚麼你踩踩踩腳? 我說是雷鋒濕關節炎了十多二十年 踩踏了十多二十年 我跟他同年 他說大家這麼年輕 你何時踩到老 快點來做練習 跟我去跑步 我說怎麼跑 我走都未走都怎麼跑步 他說不行 一定要來一定要來 完事者我也跟著他跑了幾個月 當時有一群藝人都跑得相當好 而最出眾的一個竟然是廖啟智 其實他比其他藝人年紀更大 他大了幾個月 法仔怎樣令他有興趣跑步 就是他們一起拍戲 拍戲的時候 中間有些時間沒工作 法仔說一起去跑步 他就開始一起跑步 他一有時間 拍戲中間沒工作 他就去跑了 而回到香港 他不但愛上了跑步 而他日日都會編一些時間出來做跑步 他們那群厲害的跑步的人 而最出眾的竟然就是智叔 法仔說 無論他跑步的姿勢 他身體跑的時候的輕盈 以及他的速度 都是這麼多人之上 他還跑得比你快 還比我快 我食塵 當然我們也有一個跑步的教練 我們的教練都稱讚他跑步的姿勢也好 又肯去練 又肯去跑 他們說很少見 藝人聰明與不聰明 其實在他平時玩的時候都會見到 其實我也同意的 例如我老友張國榮 我經常都覺得成功的人 無論他玩與做事 都是這麼用心 這麼用心 我們經常去玩 這個張國榮 我們去旅行 他從不遲到 例如我們在樓下5點半等 他5點4已經坐在那裡 你5點5下去 其實他已經坐在那裡等 他的態度也令你快點下去 不要遲 所以我經常都說 例如智叔這些 他們做事、法仔這些 他們無論去練跑 他們很serious 我們經常約跑步 就是7點半見面 我未見過法仔遲到一次 他只有早到等你 智叔很出眾 他當然是一班人 跑步之中最厲害的一個 當然不用問 全班最差的那個就是我 當然我跟他們不同班 因為他們好像是跑星期五 但我是自己一個人 法仔 法仔的表妹 特地聘請了一個教練來教我 你真的很感動 為甚麼呢 大家都知道他好人都不得了 他是整理大家的跑步 千萬不要去阻礙他 他到時到後便會通知你 約定的 例如星期二、星期四、七點半 他便會告訴你 星期二繼續 七點半看甚麼 他前一天便會發訊息給你 如果他有工作 他便會預先有訊息給你 今個星期二不行 星期四繼續 總之他每次練習前 他都會發訊息給你 不只是我的 他有一大群人 都真的會這樣 好了 去到時 你也知道 他會特地聘請教練給我 他不用的 他自己有他自己跑的 教練就來教練我 我怎樣去跑步 他都有鞋擦我的 很兇的 真的很嚴重 蹲下一點 不要做些甚麼 真的跟他跑了幾個月的時候 你問我有沒有進步 是絕對有進步的 跑完之後 他便會跟每一個人鬆一下筋骨 我當然是最嚴重的 人家不斷按鈕 我不是的 拿著我的腳 捏在這裏 然後我便通了 嘩!好痛啊! 撞你的死嗎 我又罵他又打他 別吵 你這樣吵 以為我在山上高強姦你 我說你比強姦還壞 總之兩人都喊在山上高 嘩!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又不知他在哪裏學了這些功夫 又來幫你弄一下腳 弄一下甚麼 又好了些 到最後弄完 大家便上車了 上車時是最開心的 為甚麼呢 下一關大家便去吃早餐 早餐又是他出了錢的 無論是我們四人一起做練習 或者是原來你有二、三十人一起去跑步 全部他埋單 所以你說這個周圓法是很離譜的 在這方面 其實在他一直做這個跑步的練習 是我已經不跟他跑了 因為我今年的腳是特別差的 我矯正完才再去跑 但我聽聞越來越多人跑了 我最近問上一次有沒有跟志叔跑 上一次好像不見他 我還以為是他做事 所以在這方面 我都很希望問候一下志叔的家人 希望上集跑完了 志叔 下集 天堂 待續 繼續努力去跑 有 Hello各位 現在臘腸、潤腸、西班牙72個月的火腿 和陳曹都回課了 快點去蘇紀士多 打個百級轉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